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级系列赛 瑞士公开赛的决赛 这次比赛的决赛是在今天晚上进行的 这场比赛我们是为大家转播男子单打的决赛 由世界排名第一的李宗伟迎战世界排名第二的林丹 两个人将争夺这次比赛的冠军 这是继上周的全英之后 双方再一次在决赛当中相遇 那么在本场比赛的转播结束之后 我们将为大家播出体育世界 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关注 今天进行的五个单向决赛是先进行了混双和女单 结果在混双比赛里边 郑波马进战胜了奥运冠军李龙大李孝珍 夺得混双的冠军 女单是中国队的两名选手 蒋燕角和王一涵相遇 结果王一涵2比1战胜了队友蒋燕角 王一涵也是连拿了三战欧洲比赛的冠军 德国全英和瑞士 那么接下来将要开始的是男子单打的冠军冲击战 也是大多数羽毛球爱好者最关注的一个单向的比赛 第一局比赛开始 首先是穿着红色运动上衣的李宗伟发球 今天林丹穿了一身白色运动服 双方一开始打的都比较稳健 两个人在此之前交手的非常多 互相之间已经很熟悉 他们在世界比赛当中交手不下16次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林丹赢了11场 李宗伟赢了5场 包括在最近的三场比赛 李宗伟都是输给了林丹 而且比分都是0比2 一个是奥运会的决赛 还有去年的中国公开赛的决赛 再有就是一周之前的全英的决赛 在2008年的瑞士公开赛上 也是林丹和李宗伟相遇 当时也是林丹战胜了李宗伟 获得了这一战比赛的冠军 李宗伟在近几年来 近两年来 他战胜林丹的场次 绝大多数都是在 有两场都是在团体赛当中 一个是07年的苏丁曼杯 另外一场是08年的汤姆斯杯 在单项比赛里边 林丹就更加占有优势了 不过李宗伟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任何一场比赛 任何一个单场比赛 都不能绝对对他不能小看 因为在南丹的竞争当中 前十几位排名世界前十 甚至排名前二十的人 在一个某一场比赛里边 谁战胜谁都是正常的 当然比如说林丹和一个世界排名 第十的选手打十场比赛 林丹可能能赢七场到八场 甚至赢九场 但是他也难免 有的时候可能会偶尔的 会出一些冷门 更何况现在这场比赛是 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之间的比拼 林丹反击 你和扑球结果下网 直播 连 navigator 都道 都道 二 二 二 wrist 林丹的点打得非常开 但是李宗伟他的防守也是滴水不漏 没有出现回球质量下降的情况 所以林丹尽管在四方球拉开对手 但是一直没出现特别好的机会 最后通过一个正手批杀斜线 李宗伟挡网的时候球没有过 这个球林丹利用的批杀他的力量不大 所以李宗伟在挡网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借 所以挡的也是稍微轻了一点 李宗伟突然的一个加速上网 扑追身 但是这球扑的质量比较差 林丹7比2领先 在林丹上一战的全英公开赛战胜李宗伟之后 而且是2比0 全场感觉李宗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机会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在想 是不是世界羽团的男子单打这个项目 进入了一个林丹时代 这个可能目前是应该说 客观的说还是有这方面的迹象 但还需要时间去检验和证明 今天双方都比较耐心 在比赛一开始都是通过多拍调动对方 希望对方出现失误或者回求质量下降 然后再找机会突击和加速上 但是两个人由于彼此也是非常熟悉 所以要想抓住谁的漏洞都很难 瑞士羽毛球公开赛 也是世界羽连的一个传统赛事了 这项比赛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举办 它的比赛地一直是在瑞士的巴塞尔 巴塞尔是瑞士法国德国三个国家交界地方的一个城市 这个国家有三个火车站 这三个火车站分别位于三个国家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的导播也告诉我在这个现场的广播当中 由于它这个城市是属于三国的交界 所以现场广播也是按照德语 法语和瑞士语言的顺序来进行现场的播音 簇 跟那种非常威力的 衔末ア衔朗 简单突击 杀直线 没有得手 双方在比耐心 李宗伟的球也都是回的比较到位 最后造成了林丹失误 其实任何一个项目 在打到最高水平的时候 最终他比的还是谁的失误上 在羽毛球男丹的竞争当中也是一样 我们看林丹 包括林丹和李宗伟在最近的一些交锋 其实最后还是谁场上失误少 谁送分少 谁有可能是赢得胜利 因为两个人的水平非常接近 完全靠你的突击上网 想要在进攻上完全占据优势 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 两个人的心理体能都会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他的出手可能就不会那么自如 有的时候就会犹豫 担心自己的球不到位被对方打死 这些思想一旦有了之后 他球可能就会增加失误率 李宗伟这个球调底线 所以我还是出界 像水平打到这两名运动员这样的级别 在技术上其实已经很少有什么可以值得挑剔的地方 主要是临场的他的体能状态 以及他的心理状态 李宗伟精彩的一个回放直线 林丹判断是这个球会出界 但是四线并没有任何举动 球是在界内 这应该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 这是一个新面孔 而不是过去的米斯文 林丹这一段也是出现了几个失误 刚才这个球挡网 球又出了边线 刚才一个判断失误 李宗伟追到了7比9 李宗伟这个球应该是处理稍微有些犹豫 其实他通过往前的先打一个追身 然后往前的一个停顿 把这球挑到对方正手底线 已经出现了机会 林丹的回球是一个偏半场的球 但是李宗伟显得犹豫了一点 没有坚决的去抓这个回球 这回是李宗伟在底线判断失误 11比7 林丹领先到了第一局的间歇 现在中国队男单组的主教练 是前市井赛冠军 夏宣泽 夏宣泽曾经在2006年的时候还参加比赛 当时他也参加了瑞士公开赛 决赛就是碰到了李宗伟 但是当时是李宗伟战胜了夏宣泽 夺冠 批掉斜线结果出界 比赛开始这半局 我们看到李宗伟 他一个控制林丹的头顶球 比较到位 球的弧线和到底线的位置都恰到好处 弧线是刚好过林丹的头顶 而且又打得比较到位 林丹在头顶区现在是受到比较多的限制 而且李宗伟还有一点就是防林丹的杀球 点杀直线的这一拍 他的防守成功率很高 防守质量也不错 正手往前搓球 要求质量太高 结果球没有过 好 好 拿工 我 我 你 好球 林丹这个球就是得益于对对手的回球基本线路的了解 在头顶点杀完直线之后上网放网 这个球等于他是就有点像做好了一个圈套等着李宗伟来钻 那么每个球员都有他的习惯的球路 李宗伟这个球还是习惯性的回放 结果被林丹抓到 李宗伟刚才的球拍可能线断了 换了一把球拍 我们看这两个人的比赛 像刚才这样的 在林丹的两个人的反手往前 就是刚好是在李宗伟左侧这边的往前 两个人的争夺非常多 李宗伟这个正手勾对角 非常漂亮 一个擦网 其实他已经是比较被动 是在很低的这个击球点来回球 但是手感不错 回的这个球刚好是一个擦网 一个滚网球 好球假动作 突击 连续杀 林丹的防守也不错 林丹转入反击 假动作推对方的底线 连续杀直线 但是都被李宗伟防住了 半场球 林丹突然在两双方回正头底线的平高球的时候 有一个球质量很差 被李宗伟支持时机的抓住 11比13 这个球林丹回的不够严谨 因为在对方继续回直线平高球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正手底线已经失去了击球点 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 但是没有注意多发力 所以回球是一个半场 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半场 李宗伟尽管在一开局是2比7落后 面对一个不利的局面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段比赛 他打得很顽强 比分继续咬住 林丹再次出了一个半场球 挑对角线 挑对方的头顶 有没有到位 这段林丹打的注意力有一点不集中 这个球又出了底线 13平 李宗伟突然偷发后场的平快球 这个造成林丹的失误 好球漂亮 头顶劈掉斜线 这个头顶劈掉斜线的这个技术呢 爆春来用的比较多 林丹用的相对要少一些 当他突然使用出来的时候 李宗伟也没有准备到 李宗伟接发球手上的一个变化 在现场呢 尽管是在欧洲比赛 但是两位来自亚洲的球手 在现场都有自己的助围团 谁的场上形势好 哪一边的拉拉队声势就更盛 这球出底线 我会看到你要去到四球 到四球 出底线 出底的 出底 领带突击一拍 结果是出界 批杀斜线 界外了很多 感觉呢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双方来回球很多的情况下 在来回拉掉的情况下 林丹失去耐心 要比李宗伟更快一些 我们想这场比赛呢 林丹绝对是不会想去 给对方什么机会的 因为很明显 在接下来几年 他的主要对手 仍然会是李宗伟 至少仍然有李宗伟 那么在两个高手相遇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就是信心 如果能够多赢一场 将会使自己在 接下来以后的比赛 再相遇的时候 在信心上 占据更多的上风 李宗伟今天在正手区的防守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林丹在接下来 是不是在自己的进攻线路上 可以考虑有一些变化 哇 这球 忽得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点松懈 被对方给弹了回来 我想现在的男单选手 应该是比十年前 二十年前 他们的速度 能力 力量 都要更强 所以像这种铺球 可能在很多年以前 我觉得好像是 很容易就能够得分 但是现在这样的铺球 在目前的男单选手 比赛当中 已经经常会刚好 扑到对方的手上 被对方给防回来 我想可能原因比较多 一个是 大家的防守质量都提高了 不会给你非常 容易打的 往前的铺球的机会 而且在铺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去铺对脚线 因为这条线路比较长 不容易出界 那么处于被动的一方 他就会去堵这条线 当你铺的稍微的 质量差一些 对方很容易就能够 防住这条线 这球推的又是没有到位 没有什么弧线 推的而且停推的速度不够 李宗伟迅速的抓住机会 反抽回来 这球其实就是说 林丹想做一个往前的假动作 想停顿 然后李宗伟 当李宗伟想要上网的时候 他在快推对方的底线 但是李宗伟并没有上当 一直站在那没动 当李宗伟在推球的时候 就推的有一些质量不够高 李宗伟19比15 在这一局取得了领先 但是在全英赛的时候 他也曾经以19比17领先 不过并没有拿下 看看今天怎么样 林丹挑对脚线 还是没有足够的弧度 李宗伟气势非常盛 抓对方的推球 起跳半场头顶点杀直线得分 获得了第一局的局点 接杀挡直线 结果出界了 看来瑞士的裁判 私线员是 如果界外他们就给手势 如果界内就不做任何表示 那么就是界内了 应该是在更多的比赛里 我们裁判应该是私线员 就是界内 也会给界内的手势 李宗伟连续进攻 结果造成林丹的防守出球质量越来越差 李宗伟是21比16 胜了第一局 那么稍微休息一会儿 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看两个人的第二局争夺 好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瑞士公开赛南单决赛的现场 今天的比赛呢 我们为大家在五场 今天晚上进行的瑞士公开赛的决赛当中 为大家选择了男子单打 这场比赛来进行及时的转播 这场球是场上穿着白色运动服的林丹 迎战穿着红色T恤的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 第一局比赛 李宗伟在开局不力的情况下 后面打得非常耐心 而且他今天的防守 特别是在防守上 应该说做的还是相当的成功 而且他在控制林丹的两个底线 球也非常到位 在后阶段他比分取得领先之后 整个的场上的气势比较盛 也抓住了一些突击的机会 林丹虽然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但是在接下来呢 可能是可能思想上有一些变化 这样他我觉得他在后半局 自己的速度上的优势 并没有能够得到体现 同时就是在双方多拍比较多的情况下 拉掉当中他的信心 不是他的耐心 显得有一些不够 所以第一局的后半段 林丹的失误显得有些太多了 而且有一些球也莫名其妙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容易被对方抓住得分 抓住机会来得分 人单突击 人单突击 好球 杀上网 破球得分 这个球 李宗伟的挡网质量比较差 也是林丹进攻 是头顶的 中路的一个头顶直线 杀在他的反手区 让李宗伟可能在防守上 他的注意力可能还是在正手区比较多 林丹这个球在头顶进攻 点杀斜线 是一个压线球 这个球是 这种球路是林丹一个经常得分的手段 从他少年时代 一直到现在比较成熟 就是他经常得分的一个手段 就是防守反击 在对方攻完之后 他挡网质量很高 对方上来没有扑和推的机会 只能挑他的底线 而在对方挑这个球的时候 或者有些球是推他的对角线的时候 林丹抓这种球的能力 要超出一般的运动员 这球李宗伟是有点太拖大了 上一局他曾经赢了一个这样的球 就是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正手勾对角 刚好回了一个滚网 形成了机会得分 但这个球他仍然在步伐没有到的情况下 强行勾对角 还是击球点非常低 结果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在界内 这种球是很被动的一种回球 能够打在界内 他的几率应该说 比打在界外还是要小 很容易失误 球挫得非常转 所以林丹从往前技术这块 他的细腻性来讲 可能和一些其他的顶尖选手相比 并不占优势 但是这也仅仅是相对的 他也就是比像陶飞克 李宗伟单拿出往前这一块来说 单看这一块 可能是细腻性上 不是那么有优势 但并不是说他就差到哪去 刚才反派错的那个球非常转 也是很高水平的一个回球 夏全泽当运动员的时候 两次奥运会应该说对于他来说 多少有一点运气不够好 第一届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他是状态正佳 但是碰到了 他最怕的一个对手 应该说当时就是叶成万 结果在半决赛的时候 发挥不佳 输给了叶成万 最后获得了铜牌 04年雅典的时候 中国队经过选择 又没有派他参赛 好在他是有一个2003年的世界锦标赛 男单冠军在手 半场篮掉 好球 和洛杰 党洁 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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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漂亮 这球林丹回的稍微高一点 但李宗伟扑的更加漂亮 我们来欣赏一下李宗伟的这个球 其实气球点并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容易扑的一个球 但是他球拍是向上 去切这个球 发球突然发后场 林丹马上去向发球裁判去质疑 好球 这个球是李宗伟的一个绝活 他在正手的时候 后场的高球 无论是劈杀 还是像刚才这个劈掉 整个的身体 我们可以通过慢动作 看得非常清楚 身体和头部没有任何摆动 这样给对手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欺骗性 李宗伟突然的利用平抽 这一段李宗伟从2比5落后连得了7分 而林丹一分未得 林丹目前的情绪显得特别不稳定 好球 滑板批掉斜线 落点很尖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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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丹的感觉从这个球来看 他的体能好像从目前来看不是特别好 所以刚才有几次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进攻的机会 如果在他状态好的时候 比如说奥运会决赛那种状态 他就可以非常果断的大力杀球上网 扑杀来组织这种进攻 但是今天就感觉他杀完之后人上不去 没有上网这一下 林丹通过头顶批掉斜线的这个球 还是这一段得了两分 一个球直接得分 这球尽管李宗伟接到了 但是回球质量很差 林专伟失误 批杀斜线下网 这两个人的交手 还是看林场的状态 当然林丹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另外就是中国队有一个集团的优势 因为中国队每次出去 有三名 你像这个世界大赛 三个人都是有这种前三名实力的 所以他从心理上来说 他的负担要更轻一点 虽然他自己也想拿 但是相对于李宗伟这样孤军奋战来说 毕竟他的压力要小 哪怕是林丹我这出一点问题 出一点冷门 还有队友 而且他的队友也会和他一起 互相形成一个支援 有的时候直接帮助林丹扫清一些障碍 虽然比赛是一场一场打上来的 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李宗伟每一场都要想到 这场球如果我输了 马来西亚队就没人了 而林丹这方面的压力就要小很多 所以两个人每次相遇 如果最后都是打到决赛半决赛的话 那个时候一般来说 从精神体力上的消耗 都会李宗伟大于林丹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 从第一局来看 林丹如果说后半局是有一些松懈的话 这一局我觉得前半局林丹是 今天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这种原因可能有很多 虽然跟悬英赛一样 他半决赛打的是陈金 是自己的队友 但是有可能他在这场比赛之前 包括他的休息 还有其他方面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也会影响今天的状态 就是摄影师抓拍到了一个现场的小贩 在这个比赛的间隙 迅速的从场穿过场地 去卖一个冰激凌 谢谢大家 有些人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拿这一场比赛的球和奥运会的时候做一个对比奥运会决赛 你就会看到这场比赛的林丹和那场的林丹是不太一样 在那场球我印象中林丹基本上没有什么拉掉 批掉也用的很少 他回高球给对手来下压的这种球也很少 整场的主动权基本上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全场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那场球是他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 而李宗伟第一次面对奥运会决赛多少有一点紧张 这球李宗伟推比线出界 在第二局间歇之后林丹连锥2分10比11 这两个球都是林丹很被动 不过他通过顽强的防守 最后造成李宗伟失误 在很早以前我曾经和别人讨论过 就是说如果你去和国家队的选手打一场怎么样 我说肯定结果肯定是你一分不得 那么他说不可能 他说因为对手即使是国家队的高手也会失误 但是其实当这个国家队的选手面对一个普通人的时候 他肯定是肯定是不会失误 他的失误只是产生于当他的对面是一个同级别选手的时候 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裁判判了林丹过往 判了林丹过往 下宣泽在他退役之前 在他打南丹的最后几场比赛 曾经有一年的比赛 他连续两战碰到林丹在决赛 最后都输了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其实第一场 还是大家都有机会 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球 林丹一个铺球被裁判 下宣泽一个铺球被裁判判了过往 最后那两场比赛都输给了林丹 随后过了不久 下宣泽改打了一段双打 再过一段时间他就退役了 现在担任了教练 滚网球 李宗伟手感很好 这个球还是接回来 而且非常有质量 大家还想通过失敗 对 太后 todos了 他就被裁判出来 对 靠近 太后掌 在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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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出界 这又是刚刚在想这个球拍数很多 两个人都很耐心 就是林丹 结果先持续耐心 结果球出界 在双方打成12平之后 经过一个多拍的争夺 李宗伟再次以13比12超出 两个人刚才经过这种多拍之后 都会体能有一些消耗 像打到这两名运动员 这个级别的选手 他们都很会在比赛当中控制节奏 一个高水平的羽毛球选手 他会球与球之间的节奏不一定很快 我说他并不是总是很快的 就球与球之间的节奏 他会比较慢 但是球上是很快的 就是球一旦打起来 他的速度很快 林丹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种节奏感 好这种节奏感 点赏感 不 espera 突然的一个平高球 这球应该还是林丹得分了 因为这个球 我们从镜头上看不到顶线的丝线 第一时间从林丹的表现 现场的表现来看 有可能底线的四线是给了界外的手势 但是裁判还是判林丹得分 也有可能四线第一时间是以为界外 然后再改成界内的手势 李宗伟回球出边线 14平 那么在5月10号开始的苏黎曼杯 今年的苏黎曼杯是在广州来进行 中央电视台也将对这次比赛进行转播和报道 那么在此之前就没有国际雨联的超级系列赛的赛事了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赛程 在苏黎曼之后才有 下一次我们中央电视台将为大家转播的超级系列赛 将是6月份的新加坡公开赛 也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关注 在4月份将会有欧洲锦标赛 亚洲锦标赛和亚青赛 这些赛事 另外今年还有一战印度的黄金大奖赛 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赛事 林丹想抓这个机会突击一盘 结果杀球下网 两人今天的多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所以看来大家的体力消耗都比较大 半决赛的林丹的对手是队友陈金 而李宗伟半决赛的对手是丹麦的约翰森 李宗伟的半决赛对手相对于陈金来说 实力要弱一些 可能从半决赛的消耗来看 李宗伟也并不会比林丹更多 这球推的弧线有些太高了 如果推平一点 李宗伟可能就没有什么机会接到 李宗伟今天在防守上 应该说是表现出了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有点像07年的苏丁曼杯那场比赛 最后造成林丹回球出界 林丹自己也觉得这个出界是有一点不可思议 这个球没有什么威胁 互相都没有什么威胁 结果是出了边线一点 其实这一分应该是中间林丹 有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从慢镜头看到 这是前面的一个球 前面一个林丹中杀下网的一个球 李宗伟在今天防守方面 一直没有给林丹特别好的机会 今天晚上在瑞士巴塞尔进行的 这一战的超级系列赛 一共五个单向的决赛 中国队在四个单向当中都进入了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在此之前的混双和女单 中国队都已经夺冠了 混双是马进和郑波 战胜了李龙大和李孝珍 女单是王一涵胜了队友蒋燕脚2比1 王一涵在最近一个月以来的状态 也是相当神勇 已经取得了14连胜在欧战 联夺三战冠军 林丹的第一局失利 李宗伟还没有准备好 15比16 还落后一分 但是这个球破坏了林丹很多战术意图 这样只能还是发金网短球 啊 好球 往前在反手 反派往前抢到了一个高点 抢到高点之后 林丹非常被动 因为它可以推 可以扑 林丹不敢动 而且在最后这一下 林丹如果再动得早的话 它还可以快速出手 弹林丹的底线 由于它在往前拿的点很高 所以林丹就非常被动 哦 回放一个主网 哦 回放一个主网 李宗伟的回球质量很高 赛得一分 18比15 在全英公开赛的决赛 李宗伟0比2败于林丹之后呢 很多人会怀疑李宗伟的信心 因为他自己似乎也在示弱 说林丹的实力还是比我强 但是我们如果了解运动员 这个群体的 他们的个性特点的话 就知道 所有的运动员 只要你是 选择了这个职业 应该说99%的人 都是极不服输的这种性格 有时候可能在旁人看来 就是觉得这两个人 互相之间根本就没得打 但是运动员呢 都是非常好胜的 这些从李丹的表情来看 是盼了戒内 好像还是盼了戒外 这样让林丹是18比16 16比18 扳回了一分 不过接下来挑一个对角线 又出界 从林丹临场的表现来看 他对这场球还是 可能对困难准备有一些不足 因为他已经连续三次大赛 都是2比0完胜李宗伟 所以对于今天场上 遇到的这些困难 可能是准备稍微有一些不够 在遇到李宗伟的顽强抵抗 缺少非常明显有效的 得分手段的情况下 打得不够有耐心 19比16 李宗伟的形势不错 正手挫 在头顶掉直线 勾对角 扑球 李宗伟 现在因为他这个美球得分制 对于领先的一方和落后的一方 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落后的球确实是很难打 李宗伟现在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也是羽毛球裁判说的场点 林丹最后一球打的不是特别严谨 李宗伟在半场点杀得分 这让李宗伟离两个21比16 在瑞士公开赛的决赛战胜了林丹 这是他在连续三个单项决赛碰到林丹 都0比2失利之后 回敬了一场 将两个人的总战绩搬成了6胜11负 现在还是林丹 占有明显的上风 不过这场球的胜利是林丹和李宗伟在今后 世界羽团南丹的竞争当中继续维持着悬念 这对于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那么今天本场比赛就为大家转播到这 稍后我们将为大家播出体育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体育频道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再见 谢谢